大家好 太空小五二哥凳 今天派課 跟大家做一條短打片介紹一下 1976年的作品 1978年在香港上映 小弟當年還未夠十歲 大韓元邦男的機設 Postbus的作品 香港人的品牌 其實玩的地方不多 因為機設沒有變形 主要產品有很多內扣 基本上會顯示所有機械人的內部機件 我打開一邊給大家看 非常棒 他也送了五個上映 很精細的五個隊員 自己的座家 非常有氣勢 如果這隻東西要開來玩的朋友 第一,都要小心一點一個地方 因為牠是雅面有的 那牠有 很多地方你要裝陷外殼的時候 就不要太心急 慢慢陷下去 如果不就有機會 會磨花了牠 那牠的入筍位都很緊 那便是 當你 拍了下去的時候 我建議大家 不要經常去拔牠 那便由得牠 因為如果你拔一下又開一下 拔一下又開一下 那便很容易會鬆 我覺得那些位置會有這個情況 那這次真的要讚一下這本說明書 那這本說明書的首頁呢 就已經好像合金雲那樣 他就介紹了很多故事背景啊 其他東西的 那還有很多人物 那隊長就是女仔來的 那都是很小幼地 一套動畫作品 是用女仔做主角 非常之精彩 那本來小弟今天呢 就去我朋友的店鋪 螞蟻呢 玩具呢 其實是想拿一隻機甲戰機威龍的 那怎知道 威龍還未到貨 那哥盾先 那玩著先吧 那希望大家 喜歡 老機下人的 這隻真的不能不玩 這隻真的不能不玩 他就不玩 那小孩 這子是不玩 那小孩 是真的 那小孩 我看太小孩 是不玩 那小孩